每天早上六点半,七岁的赵亮亮都会背上小书包和妈妈一起出门上学。 妈妈不是去送她上学,而是和她并排坐在一年级的教室里一起上课。 赵亮亮的妈妈叫刘小红,今年三十八岁,她的学号排在最后,是班上第三十五位同学。 班里的同学都叫她妈妈同学。 刘小红有两个儿子。 大儿子已经上六年级了。 赵亮亮是老二。 问起刘小红为什么这么大年龄还来上小学? 她说,小时候家里穷,父亲没有能力负担她的学费。 于是,刘小红小小的年纪就承担了家里所有的家务和农活。 那时候,她除了会写从零到十的数字以外,什么都不会写,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怎么写。 结婚后,丈夫教会了她写自己的名字,但其他的字她仍然不会写。 没有文化,对刘小红来说非常痛苦。 有一次,有一次,她跟丈夫坐火车出门,丈夫在车上睡着了。 她因为不认识字,到了地方不知道下车,结果坐过了站。 还有一次到超市里去买酱油,也因为不识字,而买成了醋。 想上学是刘小红多年的愿望,可她一直担心自己年龄太大,学校不收。 学校领导知道了她的情况后,不但同意她来上课,还为她申请了学籍,让她成了一名正式的学生。 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,刘小红非常高兴。 她说,学会认字,对她最大的帮助就是,以前不认字,不敢一个人出门,现在去哪里都不怕了。 刘小红的儿子赵亮亮和她是同坐,问起赵亮亮她和妈妈谁的成绩好时。 赵亮亮说,我的拼音比妈妈好,可以教她。 但是妈妈数学比我好,我不会就问她。 1.赵亮亮和刘小红除了母子关系外,还是什么关系? 1.师生关系。 2.亲友关系。 3.同事关系。 4.同学关系。 2.刘小红每天早上六点半出门的原因是什么? 1.因为她要送儿子上学。 2.因为她要去学校上课。 3.因为她要去教室打扫卫生。 4.因为她要去给儿子买早饭。 3.结婚前刘小红的文化程度怎么样? 1.她会数学,但不会写字。 2.她会写字,但不会数学。 3.不会写名字,也不会数学。 4.除了名字,其他的都不会写。 4.赵亮亮是怎样评价她和妈妈的学习成绩的? 1.她认为她的数学没有妈妈好。 2.她认为妈妈的拼音比她的好。 3.她认为她的数学和拼音跟妈妈一样好。 4.她认为她的数学和拼音都没有妈妈好。 5.与本文内容不相符的是以下哪一项? 1.赵亮亮班里一共有35个学生。 2.因为不认字,刘小红买错过东西。 3.刘小红年龄年龄很大,但她是正式的学生。 4.刘小红上学后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